看小火力至闲 正满心盼望着他生命中最重要时刻的到来 我是一个走在街上 都不会有回头率的普通人 我是一名火车司机 每天工作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但是一有空我就会听音乐 有的时候还会边听边唱 音乐是我的信仰 它让我一直看到希望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能够参加中国好声音 对我来说 上台唱歌的那三分钟太珍贵了 想到四位顶级的导师 在台上听我唱歌 我是又兴奋又紧张 今天我要闭上眼睛 用心转据三分钟 希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能够看到有导师为我呈现 李志弦加油 很想知道你情况 我听人说 还不如你 对我讲 这种唱法 这种唱法就很自然 对我来说 这种唱歌的歌 不就是很自然 那种唱歌的歌 我听人说 是你 很自然 很自然 不爱 你们 我自己 好 加油 加油 漫長 我們瘋了不下 因為從前空白的時光 如果還能分享 也是一句浪漫 嘆氣 雖然不再一樣 關心 卻怎麼能說斷就斷 我曾經愛著 你過得怎麼樣 沒有我的日子 你別來無恙 既然醒來的 都沒讓你失望 讓我輕輕 像新人一樣 讓我輕輕 像過去一樣 小網子 先介紹一下自己 四位導師好 我叫李志賢 來自武漢 今年25歲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一名司機 什麼司機啊 貨車司機 晚上開野車 不是 因為我的朋友 有的時候在top裡面唱歌 他們有的時候生病了 或者有事的時候 代班 對 會讓我去代班 哦 我跟你說 他唱的這個水準 是肯定可以轉的 實在是我這兒的男生很多 所以小哥先轉了 我心裡就踏實多了 但是你是真應該轉 我說一下 我為什麼沒轉 為什麼不轉呢 他的聲音很好聽 但是我覺得 我們錄製了這麼多的選手 唯一他是一個 用鼻腔來共鳴的樂手 他的鼻音很重 會有一些抖 但是他的條件和他的音色很好 是是是是 你的聲音非常特別 之前有學過唱歌還是說 沒有 但是在開車的時候 有哼哼或者是 對呀 我我最苦的時候 白天在做司機 晚上還要到pop裡面去 給人家頂班 白天